大家好,我是莎拉,欢迎关注莎莱养花 春天到了,现在正是杜鹃花开的季节 所以我们在市面上时常会看到一些非常美的杜鹃花 今天来到了Freshco,本来是想买一些菜的 但是意外的在这里发现了一批非常美的杜鹃花 而且这个价位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划算 6块9毛7一盆,而且花开得非常的美 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面前现在看到的这一盆 它是白色的花瓣,带着粉红色的花边,非常柔和的花色 它这个花盆虽然不大,但是开花量却非常的大 大部分的花苞都已经打开了 还有一些个别的花苞还在生长阶段 那我们看一下,从下面看 它是一个小花盆里,好像应该有三棵小苗 所以显得开花量比较大,因为种的比较密 这个在花期过后给它换盆的时候顺便给它分株 就可以给它种成三盆 这样我感觉就更划算了,一盆就变三盆了 像这种正在生花期的小盆栽 买回家之后千万不要马上换盆 一定要等到花期过后 现在换盆有可能会造成部分花朵脱落 也会缩短它的花期 老远就看到这个白色的杜鹃花非常的美 这个纯白的杜鹃花,花瓣非常的干净 花心位置透着淡淡的绿色 我猜这个花色应该卖得非常好 所以目前在这里也就看到唯一的这一盆白色的杜鹃花 这个白色的杜鹃花真的好有仙气啊 我们看这一根枝头前面开的全是花 所以花头略微有点下垂 但是看起来依然很美 那白色的杜鹃花周边都是一些 我们比较常见的深粉红色的杜鹃花 那这个花色量还是比较大的 这边的这个区域是大盆的杜鹃花 这个杜鹃花一盆是14块多 但是这个盆就大很多 而且花量也更大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很多的花苞还没有打开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淡粉色的杜鹃花 它的花色既干净又柔和 而且在这种半打开的状态下 看上去它的花色是非常梦幻的 它是淡粉色中透着淡淡的抹茶色 我个人觉得这个大盆的杜鹃花比刚才我们看的小盆状态要好很多 因为它不但花苞量大 而且花苞还都大部分都没有打开 有个别的还在含苞带放 像这样的状态 它的赏花期就会比较长一些 那如果所有的花苞都已经打开了 那赏花期也就比较短了 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小建议 如果想要延长杜鹃花的花期 那像这种大盆培育出来的杜鹃花 我们买回家之后千万不要给它进行强光曝晒 虽然杜鹃花是属于喜阳的植物 但是现在正在花期 又是大盆出来的比较娇嫩 强光曝晒很有可能会让它的花期提前结束 花朵掉落 所以我们可以尝试让它逐渐接触一些比较温和的阳光 等到花期结束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朝南的阳台或者窗户边养护 让它逐渐的适应环境 还有一点就是在开花期间千万不要严重缺水 尤其像这种花盆不大 开花量却特别大的这些盆栽 那几乎每天都是要浇水的 但是我们也不要盲目浇水 我们在浇水之前可以先观察一下盆土 如果盆土看上去已经拌干了 或者摸起来已经拌干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浇水了 我们每次浇水一定要浇透 因为在植株大量开花期间 对水分的需求还是很高的 这个杜鹃花它叫Azalia 那在英文里面杜鹃花有两个名字 一个就是Azalia 还有一个是Rododendron 这个Azalia的特点就是开花量大 花期呢就是见花不见叶 每一根枝条的末端都会有三朵以上的花 而且它的株形也不是很大 所以很多时候会当做湿内花会来养护 但是Rodendron呢 它的株形较大 所以通常都是在湿外栽种的 但是这个Azalia也是可以在户外栽种的 那如果你是住在Zone 5以上的地区 等天气暖和之后呢 也可以把它移栽下地 在户外栽种 它也是可以安全过冬的 总的来说 虽然Azalia和Rodendron都叫杜鹃花 但是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品种 Azalia的开花量更大 株形矮小 适合室内养护 同时也可以在室外栽种 但是Rodendron呢 它的株形较大 虽然可以在室外栽种 但是却不适合室内养护 这也就是这两个杜鹃花 大体上的一个区别 说的好像有点绕 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清楚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看到都会及时回复的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有用 请帮忙点赞 也欢迎大家订阅沙拉养花 谢谢大家